所以我们这期大概还剩两次上课啦 所以我会把后面呢 比较稍微进阶一点的部分再做说明 那还是各位有点心理准备 请你把前面的东西再稍微把它熟悉一下 那我一样云端白板上面 都有每一次上课的那个资料整理 这其实就讲义啦 云端讲义 然后还有程式嘛 那最终还是要实作 实作我觉得是比你 你阅读再多资料 我觉得还来得更重要 你会写其实就会写的啦 而且你至少你就知道为什么了 但是你如果写不出来 你看再多书 其实说真的你还是写不出来 OK 还有蛮多地方其实 程式其实我觉得还蛮灵活的 那至于怎么写比较简单 可能还是要斟酌一下 像刚刚我们写的这一段程式不多 你会发现程式就这么几行 顶多就是4行再加一个回圈 6行再加一个KR 7行 折线图就可以跑出来了 那我觉得其实效益还蛮大 因为将来如果说你资料爬下来了 然后再画个 不管折线图也好啦 直条图 或者是说你要圆形图 各种图上面都有K线图 那你就把类似的概念融入进来 那主要第一个一定要Data 所以这边有个叫SetSourceData 那指的就是你要有Data 那Data的话基本上一般就是要爬资料 那爬资料就我们前面讲的 OK 所以你把这个两个结合在一起 那基本上就可以做出我们想要的结果了 OK 那刚刚比较重要的基本上 就是这个两个变数 一个变数叫K 那我原来的写法 我好像有跟其他同学讨论 也有同学跑来问我 那 他是说 第二种方式他比较能够理解 没关系 所以后来我就顺应大家的习惯 OK 而且我后来发现 这个K真的还蛮好用的 之前的话如果你要下排名 排一个清单的话 那你可以就是加1就可以了 那未来如果说你假设你希望中间空一列的话 你就加2也可以 他就是跳中间有个空白列 那你要跳几列其实就加几 所以其实我觉得只要是有规则性的 这个K等于K加几 这个方式的话倒还蛮万用的 所以你可以给初始值 从哪一个开始 从1开始 OK 但未来你说老师我不要从1开始 我要上面空一个的话 没关系从2开始 也可以啊 所以如果假设把图删掉 如果你今天说老师我不要从这个M M1这个我要从M2开始放 那需要改哪里 很简单嘛 你就把K等于2不就好了 然后这个不就M2嘛 那加10 因为一样加10嘛 所以底下都不用动 只要把初始值改一下 其他在执行一下 理论上他这个地方呢 上面就多一个空白列了 就这样而已啦 其实其他要不要动 其他不用动 他会乖乖的帮你把它放在你想要放的位置 只是向下移动而已 那删除图 删掉他 OK 那另外的话就是这个 C这个 C这个变数 就取 到底 他这个应该是哪一个栏位 OK 那当然我这边是串一个 所以串一个文字在这边 这个可能也是要熟悉 因为我发现同学 基础比较薄的同学 可能在串接上面比较不熟悉 不过其实如果你在熟悉之后 应该很多地方就比较简单的 这可能还是要慢慢了解一下 那我这边是用一个MID 所以MID其实还蛮好用 你要抓哪个字的时候 配合MID 应该是最简便的一个方式 我应该想不到比这还更简单 那你要用别的方法也可以 像什么 你可以抓内码ASCII CODE 比如说内码ASCII CODE 你可以查一下 BCDE 它的ASCII CODE位置 基本上的话 就是用ASCII CODE内码表 把它当数字来看 也可以 可是难度应该 我觉得比这个还更困难 不反而可以实际上 有同学说 老师我习惯用ASCII CODE 也OK 那我是取一个 大家比较可以了解的一个方式 把这个全部折线图给绘制出来 第一个 那这样应该OK了 不过呢 后面的话我发现另外有一个衍生性的问题 什么样的问题呢 它画的图表好像只有到12月7号 可是呢 我Ctrl向右 Ctrl向下 它好像到12月的13 为什么会插这些天 因为我们上个礼拜好像只有到28 那现在因为它资料又增加了 它好像开放资料里面 会有一些新的资料放上去 所以可以想见 这个总列数也不会是固定的 那如果不会是固定的话 我们可能需要怎么样 需要去把这个资料先查出来 然后呢将来做个 就是让它去变动它的位置 那主要应该是有两个地方 需要变动 现在我们是28 当然你说老师那没关系 我把它改32 当然你手动改 其实结果也会是正确 只是说呢 那如果明天假设说呢 它又变动了 那怎么办 那你势必你又要再改程式 我觉得当然也不是很OK的 而且还有可能一种状况 就是说 如果你改的那个数字不对的话 比如说你改到 比如说35好了 比如说你这个数字好像改多 它后面是没资料的话 好像绘制出来的图表 应该会发生错误 看一下 它画出来它会变成说 后面这个好像没出错 有些时候如果你的范围取错 它画出来的话也会 会是错误的图形 这个地方的话可能要特别特别小心 那如果比较正确的应该是怎么样 就是我们之前讲的 你可以用追踪的方式 也就是说呢 我这个地方应该是32 那这怎么知道32 但这里也许啦 我们可以再增加一个变数 这个变数也许叫r 好了 之前有习惯用一个r的变数 然后向下追踪的话就是range 我用那个什么呢 我用A1 游标放A1 然后呢 我希望ctrl向下 所以点end 前刮弧一下 然后呢向下追踪 你就选excel down 然后刮弧之后呢 再点ro 再取得 它追踪到的那个列 有点像是这样啦 我前面好像有跟各位讲过 你ctrl向右 ctrl向下 它移到 哎有没有 这个时候ctrl向下 那我想要知道 我目前停留在哪一个储存格 那储存格 我不要全部的 我不知道 这个 我要知道它 这个储存格在哪一列的话 那你就点落就可以了 它就会把这个属性 帮你带回来了 那这样的话 我们得到应该就32 那接下来你再把这个r 放在哪里 放在这里 所以呢 我如果一样 要把r放进来 那势必 方法跟前面一样 双一号两个 移到中间 end两个 再移到中间 加一个r就可以了 好 然后一样哦 那这样的话呢 就是a32 那一样这边的话是35 不过35呢 你会发现 这个它目前是独立在这边 所以其实啊 你直接把它选起来 那因为前面本来已经 end了嘛 所以你就end r就可以了 ok 那它就会呢 自动帮你把32 跟如果假设是b 所以哦 这个地方 假设它这边是得到一个b好了 然后呢 它会怎么样 end这个假设32 那它会 32是个数字嘛 它一看到end 它一样会帮你把它加一个前后双引号 然后把它串在一起 串在一起之后呢 它这边这个双引号就被去掉了 所以得到就b32 ok 那所以哦 b1到b3 那其实就ok了 我们来看一下 理论上这样应该就更接近 我们要的比较 比较完善的一个 这个程式啦 所以把它执行 那当然最后我是 在旁边有加了按钮 你可以全部折线图 然后再删除图 欸 这样就更加的完备 所以呢 我这边又加了一个向下追踪 的一个叙述 好 那这个是第一个 我们今天就是把上个礼拜的那个部分 再延伸 全部折线图 就应该先到这边 但是还没结束哦 接下来的部分 我是希望说 因为我们今天抓资料的部分 是抓那个开放资料 但是开放资料的缺点 我刚刚提到 它就是 资料的来源 就是变固定了 就是假设它给什么 我就 就只能显示 那个区间的 这个资料 但是呢 如果我想要弹性 比如说我想要查上个月 上上个月 或者是哪个 或者甚至可以比较弹性 设定区间的话 那我势必 就需要把 原来那个开放资料的那个 我的程式 我写在哪里 我写在module 1 那势必呢 我就变成说 我汇率下载的 这个部分 就不能从那个什么 从 这个开放资料取 而是要从哪里呢 从那个奇交所那边取 那奇交所那边怎么取呢 所以这边的话 请各位稍微看一下 我在云端 白板上面的第三个单元 OK 然后你们可以看一下 我刚刚有把它换一下位置 把那个 位置提前 所以已经把它放在第八页 所以 那个位置的话呢 在 第八页的地方 那 如果我要抓这个 这个资料的话 当然 底下一样 会有一个 范本 OK 那这个范本的部分的话 我们会多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的话呢 叫做 Protest OK 我把它delete掉 这个也是啊 我们把它填空提 假设我们未来 也是填空哦 所以哦 这个范本我会把三个地方先删掉好了 所以这三个地方 你们可能自己补一下就OK了 哪三个地方 第一个 URL 封号 后面 这边自己要补一个网址 OK 第二个的话呢 会加一个参数 叫Protest 顾名思义哦 因为我看不到参数 所以呢 我只要知道它的参数 我把它放在这边 再丢给主机 它就知道说 哦 我要什么资料了 OK 然后第三个就是 这个网页里面 到底我要的那个表格 是在第几个 所以web tables 前面有讲过嘛 像那个 大乐堂好像第五个啦 OK 那这个 其他web formatting 是要不要 把那个网页上的格式也带下来啊 那不要的话 就是这个 Excel web formatting 这边有个None 不要 那refresh的话 就是资料把它抓下来 OK 好 那所以这一段的话 范本在第几页 在第九页 所以你们待会可以把这一段 先Ctrl-C一下 然后呢 我们直接把它贴到 这一个 你们的module底下好了 把它贴上 那总共会有填三个 三个地方哦 OK 那这三个地方 第一个 UIL封号 这边呢 我要得到的就是这个网址 所以你们把 奇交所 就是这个啦 就是上面这边 这个网址 或者你把这个负贴过去也可以啦 或者是你把它点开来 上面这边也有 就这个网址 复制一下 然后贴到哪里呢 贴到UIL 第一步OK了 那第二步的话呢 当然呢 我们要知道说 到底哦 我要传什么参数给他 他才会变出我要的这个结果 哦 那这个地方如何把那个 他背后偷偷传送的参数查出来 哦 那 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哦 特别是哦 如何查哦 我这边 那这个难度会比较高一些些 因为会需要用到刚刚讲的 所谓的那个什么 所以哦 第一个哦 我先把 云端的第八页这个地方 点击开来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我就是按右键 检查一下 OK 关键地方来了 有点像我要窃听哦 窃听什么 窃听就是说 你们 这个地方按送出的时候 到底你 怎么去把资料 丢给那个主机哦 我现在不知道 但是呢 我可以透过什么 透过这边上面哦 按右键检查 有个功能 就是什么功能呢 有点像我 偷偷的看 就是 看一下网路到底传什么 有点像哦 在中间 你网路中间 做个窃听器 窃听一下 你到底传什么东西过去 所以哦 我就按右键检查之后 找到那个 上方有一个叫做 网路的一个功能 当然这可能会需要注意 就是说 因为我之前 好像在别的地方上课 我发现哦 有的地方显示英文 如果你的英文 这边应该是Elements 这个地方应该是Network 所以如果你假设英文的话 你就切到Network 然后底下的话 就长 类似像这样子 有一个漏斗 反正第三端 有漏斗 叫Filter 那目前的话呢 理论上一般都会先把它清空 清空是第二个 就是底下都不要任何东西 为什么 因为也就是我现在哦 让它完全清空的状态 然后它如果说有 跟主机沟通的话 那我会在网路里面把它拦截下来 那我只要去看 到底你跟主机怎么沟通 那我把它 这个什么 查出来 那我一样就可以透过Excel 也可以跟主机沟通了 也就是不需要透过浏览器了 所以接下来哦 所以1 先找到这个网页 2的话呢 按右键检查 所以哦 可能一个一个step 所以1 2的话就按右键检查 3的话记得切到这个网路 OK 接下来关键地方来了 再来就按送出查询 所以这边的话呢 诶 就是一个一个step 1 2 3 4的话就这边 按送出 那你会再观察一下 按送出之后 你会发现哦 这边就有些动作 诶有什么动作 哦 原来是 只要呢 我的浏览器 跟主机那边有沟通的话 那都会被记录下来 他们之间做哪些沟通呢 哦 而且这边还有时间轴 这个时间轴是先后次序 哦 他你把它移到上面 他先呢 透过哪一个哪个程式呢 哦 这个程式 传递一些东西 那程式特别是哦 诶 其实我们要 其实就是这个啦 这个就是他的程式 就这个 他怎么跟他沟通呢 哦 关键来了 接下来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 你如果点选叫 daily access range 哦 底下其实就是什么 css 然后javascript 那些 我们不管 反正我们主要是找这个程式的位置 接下来的话呢 在他的右边 主要就是会有什么 标头 标头的话就是说 传递他有一些 前面会传一些讯息 顺便带过 主要呢 参数会藏在哪里呢 藏在这个叫什么 他这边翻译叫 酬载 那如果说你假设 你们那边 如果英文版 应该叫pay low 叫pay low pay low 就是窄入 pay low 那你可以看到哦 我这边名称 中文版名称叫 酬载 那如果英文版的名称 也许叫pay low 然后你可以看到有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就是query 什么 star day 其实还蛮好理解的 冒号 这个资料 那这个是第二个参数 冒号 第二个参数 那如果说我要把它放在 这个Excel里面的Protest 你可能不能全部一起 这个改 你可能要改一下 冒号你要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等号 然后 什么呢 如果第二个参数中间要end 所以理论上我就把这两段先复制好了 ok 那复制我们不能直接用 所以贴上要改一下 那你可以把它贴过来 贴过来 那贴的话呢 记得哦 我刚刚讲的原则 e 把什么呢 把冒号 改成等号 然后后面的资料 记 ok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就是 第二个的话 第二个参数中间 记得加end 有点像之前 那个大乐透的 那个什么 index page 等于1 end 什么order by 等于new 那其实到了一样 所以第二个参数叫 queueend date 然后把冒号 改成等号 然后第二个参数 ok 这样子的话呢 就完成了 所以哦 这个是改完的结果 那原来的这个 我把它比对一下 所以哦 你们可以看一下 改完的结果 类似这样 像这样 就是说 你这个 如果要把它 放到post test的话 那记得 这个是原来的 丢过来的话呢 就要把它长这样 那关键记得 就是这个冒号 一定要把它改等号 然后中间这边 要加个end 这样就ok了 所以其实 概念上 只是说它的规则 语法不太一样而已 其他改动一下 好 那最后的话呢 还有一个web table 第几个表格 那我们基本上 一样的方式 按右键一样检查 那我想知道说 到底这个表格 是在 这个网页里面的标签 就是那个table标签 是第几个 所以我前面讲过 你可以这样选这边 那你不选这边 没关系 按右键检查 然后这边 会有个table 这个第几个 我不知道 那你一般习惯是 把它点两下 Ctrl C C再Ctrl F 它会自己把table标签 带过来 但是目前它只有把table 带过来 前面没有小鱼 所以一般习惯 会在前面加个小鱼符号 它就知道 原来你要找的是 table的标签 那我们这个网页里面 总共有八个这个table标签 不过你想说 老师 那个画面上面 不是只有一个表格 底下没有表格 为什么它 会有八个呢 主要原因 当然很简单 因为表格不是只有 这个table标签 不是只有拿来 放资料而已 它有的时候 还是为了来做 这个版面的排版用 所以很多地方 其实你看起来 它不是表格 但是其实为了整齐 它还是用表格这个标签 那我怎么知道 我们下一个就知道 第一个 八个里面的第一个 在哪里 第一个 在这个框框外面 第二个的话 是这个什么 这个应该是什么 表单 可是你会发现 第一个跟第二个 其实它都不是表格 但为什么它会用table 因为它为了要排版 ok 然后第三个在哪里 第三个就是这个 就我们要的 第四个呢 第四个就底下 这个也不是表格 那为什么它用table 也是一样 排版用 第五个 这个也是一样 第六个 第七个 第八个 底下都不重要啦 最重要是我知道 第几个就可以 3 所以我把这个数字填上去 所以喔 有点像填空底 把这个数字填上去 3 好了 所以喔 这个已经完成了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最后呢 关键时刻来了 如果假设啦 你run了之后呢 可以看到这个区间的资料 那恭喜你 表示你应该成功了 所以喔 三个地方改 1 2 最重要应该是这个 query start date 这个 然后 第几个 那我是建议啦 你这个日期可能改一下吧 改10月好了 10月1号 到 11月 30 好了 好 这样比较可以区隔啦 好 事情给各位看一下 如果没问题 应该会抓到我们要的 看一下会抓到是 10月1号到 11月30 看一下 诶 没错 因为1号2号应该礼拜六礼拜天 Ctrl 向下 到11月30 诶 对了 OK了 所以如果假设啦 我们是OK之后的话 那你如果要绘制新的的话呢 你就可以了 再画一下 诶不 这个不用啦 直接全部折线图 那你画出来的话就是 怎么样 10月份到11月 诶 10月到也是下 往下滑的 这个应该最高 也是出现在 10月25号左右 OK 那我们可以观察一下 汇率变动 哪个高哪个低 马上一目了然 OK 那删掉 那如果你要再观察其他时间的话 那一样 你可以怎么样 再把这个是席变动一下 有没有 开头 结尾 甚至我印象中 我甚至查 那个 5年10年 有没有 的区间之下 他也都可以 只是跑比较久 但我建议现在先不要啦 不然的话 资料量太大了 所以呢 利用这样的方式 太方便了 你想要查哪个 时间的 那个 资料马上就出现了 你看是要 美元啦 人民币啦 甚至是 日元 他好像 呃 然后 其他币别 都会有相关资料 那请各位试试看 所以这个资料 最后 我有把它放在云端白板上面 你们可以 参考一下云端白板上面 应该是在第几 这个 这个是在第9页的地方 第9页地方 然后 OK 试一下